演出的 有人吗 可以 我本来以为网速很慢可能 播不了 没想到还可以播 而且我那时候在想 就是我上周什么时候播来着 好像 好像是也是周六的时候 所以应该是可以播的 十分钟 因为十分钟 短一点比较好吧 太长也没什么话说 我染头了 就是把头发染的 深了一点 就看起来比较 就是好学生 因为之前就染了橘色 白想说夏天橘色 晚上好 白想说夏天橘色 看起来很活泼什么的 但是 就 感觉 我的镜头为什么一直在晃 红沛云 红沛云 红沛云在那个 他们好像不在东京 没有办法找他玩 不过今天 就是 跟朋友 这个镜头怎么晃晃有有的 今天跟朋友去了那个 就是 一个 张护十七日本的 橘色头发 你会多看一点 可是 我那个橘就是也没有很橘 就一点点橘而已 今天可爱 嗯好吧 是可爱一点点 不过应该就这么一点 然后去了一个叫做江户园的地方玩 嗯 他不在东京 我在东京 然后 就是去拍了照 就那里面有 澡堂 还有一些 以前时期的建筑 然后就可以拍 一再想我 你又不是一再 你怎么知道他 想我 猫仔粉 粉丝来看我 这样子 那 行吧 我 好像 忘记回猫仔了 因为我记得 我跟他 那几天有聊天 可是没有回他 澡堂里 猴子 没有欸 就是 就是日式澡堂 但是没有猴子 然后我刚到家嘛 蛤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人想我 我都不知道 就是 里面有很多 嗯 以前旧时候奇迹的建筑物什么的 然后可以拍照 然后跟朋友吃了 烤肉 然后就回家了 回家我就开始可以 整理东西 然后 然后吃零食 打游戏 然后复习一下课本 然后 干嘛呢 我也不知道干嘛 所以就可以 跟你们 试评 一个个说什么 什么时候回来 不知道 感觉 最近也没有 不知道要回来 就是 好像没有办法回来 而且之前 嗯 本来就是在那个 要回国考试 然后就买了一张 回厦门的机票 然后就是 是往返 就是 从 厦门去东京上课 然后还有 从就是 从东京回厦门的考试机票 然后结果 用不了了 所以就 就 浪费了一张机票 嗯就是 而且买的也不是廉价航空公司 是那个 ANA的 如果觉得还可以吧 然后呢 他也不能退 就是 我跟他说 要 换 就是 改签 他跟我说 嗯就是 就买的时候有条款 可是他 那个条款就是 又不可以选 不要 那就很麻烦 可是我又习惯在网上直接买票 就觉得 如果要去航空公司 订票 就特别麻烦 这么多 所以就在网上买 吃 吃太饱了 我走回家的路上都 吃得饱的呀 晚上好 你们现在在干嘛呀 虽然就直播十分钟 不过你们也可以 告诉我你们在干嘛 在逛街 逛街 啊 我刚才也在看101 但是那个101 他不是直播 是就是 路播就是 嗯 调了那个 然后 就是我就快进了一下 嗯 目前为止 我喜欢那个 就是 那个 运动的那个女生 叫什么 洋还是什么的 好好看 就是那个 运动的 101有什么好看的 101好好看 我就喜欢看这种 就是 嗯 怎么说 就是有 打歌 或者舞台 类型的节目嘛 因为我觉得就是 就是 就是像 像 中国就没有这种 节目 就很想看那种 华丽的舞台 然后 就是大家都特别 好看啊 什么的 晚上好 梅 没赛呢 很好看 是 是就是我们团阵的 就成员都很好看 可是就是 就没有很华丽的舞台跟 灯光嘛 就是 因为我有关注那个 就是 N队 以前N队所有成员应援会 我刚来的时候就都关注 然后我如果再全部取消掉 就有点尴尬 所以我就一直关注着 然后就有看到 那个婷婷应援会在发 就是婷婷的闪耀时刻什么的 然后就发 嗯 就是有发很多婷婷在国美上的那个 视频 我觉得国美真的好好看哦 全员都 就是国民美少女 那个时候全员都颜值超高 不是说现在不好看 就是 嗯 就是舞台光特别好看吧 他们照的超级好看 然后 公演其实 嗯 我觉得怎么说 公演 公演光也是好的 可是就把 大家照的怪怪的 就怪怪的啊 我还是觉得 就是 国美美少女的时候 把大家照的好好看 对啊 然后那个时候 不是N队就是 好多人吗 就是 然后我看杨芸玉也特别好看 我是 听什么歌啊 就是 嗯 反正就是 作者的那个歌 就特别好听 对啊 所以我觉得就很 需要这种节目 就是 推广 大家的餐饮 场地很破 就是说我们团场地很破 我觉得还好 我看101 超好笑 它也不是好笑节目吧 还好 今天是什么妆 嗯 其实还好 就是图普通的眼影 我连 眼线都画的 感觉还蛮淡的 就是随便 眼影 不过就是 一个新买的 杉杉的眼影 卖了好吃的 然后看直播 嗯 好小声 好啊 那我没办法 我就是这么小声 可能我今天就是 走了一天 太累了 我就 特别小声 等不来中国开分团了 我知道呀 团宗宿舍突击 看到我 是吗 好像好像我没有拍 因为那时候 我好像不在 还是在 我也不记得 好像是在的 我也不记得 杀陷今天吃了吗 杀陷今天吃什么 啊 看一架 在弹琴 嗯 我有被拍到吗 还是我就走了 我们那时候在聊天 其实 我有被拍到啊 我有说话吗 还是就被拍到而已 一直坐在旁边 啊 那我有化妆吗 还是在干嘛 我那时候 穿的丑不丑 捂着脸啊 那我尴尬 那我记得我那天 是 就是 正常好看 有时候会 嗯 我捂着脸 还好看 那有点 可怕了吧 你家同样书鬼 我觉得我要去倒垃圾了 今天没有倒垃圾 好了 我要跟你们说 拜拜 我每次直播到后面 就会开始 进入 奇怪表情模式 现在不可以倒垃圾 可以 我们住的公路是可以 24小时 倒垃圾的 所以我要倒垃圾了 拜拜 说不定等会那个 就是 就是洗完澡 洗完澡 还可以再直播一会 那我觉得我又会 想要打游戏 要不然就是 看看那个 视频什么的 我可能会想 就是 最近在看那个什么 原来就是在看 流星花园 就是 以前那个 流星花园 直播打游戏 我还好 我不适合直播打游戏 对的 了解一下 真的不适合打游戏 打得太烂了 很好看啊 流星花园 而且新版要出来 我决定 要追新版流星花园 吃鸡吗 不吃 我最近在玩第五人格 因为第五人格好玩 然后那天跟那个 江珍怡 还有 潘英奇 还有洪沛羽组队 结果我们就是 打得很烂 但是我是拖后腿 因为我死了 我那时候正在 染头发 然后我就 GG了 好可怜啊 我真的不适合 就是 一心二肉 对 而且 根本搞不出新花样了吧 哭泣 然后 就是最近 日本开了一个新的鬼屋 然后那个鬼屋 是叫做 怨灵作父 就是 就是要脱鞋进去的鬼屋 在东京住在那边 我有点想去 可是有点紧张 就是 不敢去 然后 有个朋友明天约我去 嗯 我有点紧张 我还没有 看微信回他 等我回他的时候 我应该要决定去不去 可是我 真的很紧张 因为我觉得 脱鞋 而且 是和一个 著名的 鬼屋大师合作 就那个鬼屋大师叫做 五位红文 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 就是他是一个 超级 著名的鬼屋大师 然后 就是 就是做过很多 就是鬼屋 然后 然后我就 问他那场去 可是他就是 很可怕 因为他还和一个 那个 一个什么来着 那个 好像是 听脸 然后合作 然后做 感觉是 可怕的 贵不贵 八百日元吗 这还好 这些不敢吃 这不是贵不贵 五位 啊 他就是叫五位红文 不是叫七位红文 我真的 累 我真的直播 到后面就 看什么 我才明明直播 没有十分 我真的 真的没有 可能 好了 我感觉 我越直播 那个 就是镜头越奇怪 我要结束 就不能再那么奇怪看 好的 我要走了 拜拜 大家记住我 勾音网 好 拜拜 给你们看我 饱满的额头 我觉得我的额头 真的很饱满 我俩 感谢观看